昨天他也是公布业绩 那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他的业绩表现 看到小米第三季的核心盈利 是升近19% 这个是好过了市场对他的预期 是有41亿人民币 暗季是升22% 那收入按年以及暗季呢 其实都升34% 有近722亿 创出新高 那当中境外的市场呢 其实是创了398亿的新高 是升52% 首三季呢 共赚98亿 升6.7% 第三季在智能手机方面 收入是升47% 出货量也是创下了 4660万部新高 那全球市占率呢 也是提高至13.5% 排在全球第三 LOT及生活消费品收入呢 就升16% 而互联网的服务方面 收入也是有增长的 其实看到小米的这个业绩表现来讲的话呢 也是好过市场这个预期嘛 崔奇您综合来看的话 这个份业绩当中的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和亮点分别有哪些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挺好过市场预期的这种情况 因为其实在他没有就是这种智能手机或者他在华为的一个就是现在他的一个智能手机有这么好的一个增长的情况之下主要是他能够拿到了华为的一些市场占有率嘛 那所以就令到他整体的一个在智能手机的一个增长 那也是回归到了大家本来对他的一个期望 就是以前我们看他业绩一直不上去就是他的一个智能手机方面的一个业务方面 其实一直可能达不到大家的一个盈利的一个增长 然后或者收入的一个增长都达不到大家对他的一个要求 那大家可能就他自己之前的一个业务就是业绩方面的一个情况 就把他去转移到去一些就是更加着重的去看一些他的一个互联网业务 那我们其实看到他现在已经回归到投资者对他的一个期望 就是他的一个智能手机方面的一个增长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 另外我觉得可圈可点的就是跟内地的一些白色家电的一个趋势也是一样的 就是他的一个生活消费品的一个产品方面也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增长 这也可能就是令到他整体的一个业绩方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那我自己就可能觉得他在互联网服务方面的一个业务方面 就稍微有一定的一个就增长的一个比率来说就稍微不太显得不太足够 但我觉得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大家对他的一个期待 首先就是要把他的一个市场占有率逐步的一个扩大 然后再去做他的一些互联网的一个业务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能够达到大家的要求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然后他其实也是在业绩前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升幅 所以我相信在今天来说的话可能就变成就大家就有一定的一个就获利的一个情况 毕竟来说业绩已经出来了 那就而且他业绩之前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些涨幅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觉得对他后来未来的一个中期的一个看法的话 大行会持续的一个根据他的一些出货量或者他的一个业绩的一个表现的话 也会持续的有一个就是目标价向上提升的一个可能性在这里 所以目前来说的话看到他整体的一个趋势来说 仍然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升通道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他回调的幅度未必会太大 可能就回到一个十天线的一些水平 比如说25块24到25块的这些水平的话 那就有机会又会去反弹起来 所以这支的话就还是可以就关注的近期来说是可以关注的 那我们看到正如崔景所说 那消息这个利好消息落地之后呢 股价是有一些回调的是下跌2%多 但是呢后续来讲我们可能对他还是有很多期待 来看一下大行对他的一个整体观点吧 我们看到有多家大行其实是上调了盈利预测以及目标价的 魔通呢就大幅上调盈利预测16%至21% 认为海外互联网收入集成76%是一个利好的讯号 那即使呢荣耀手机重新加入到竞争当中 相信小米未来几个季度仍然可以提升全球市占率 那目标呢是升至32元的位置 而李昂呢就将小米目标是由21块30升至30元 盈利预测是上调3%维持跑赢大势的评级 高盛呢是上调了小米的盈利预测1%至3% 那他指出全球市占率已经达到了13.5% 排名在第三位的位置 目标价呢是升至30块5 不过啊其实呢大摩呢 他的这个观点就维持了一个比较中性的评级 那他就认为说业绩利好的消息 其实已经完全反映在这个股价当中了 未来一些不明朗的因素啊 比如说包括供应链短缺 以及金融科技加强监管等等 可能都会影响到互联网的收入 而且其实我们看到小米他自己也承认了 在疫情方面呢 其实是令到了印度厂房生产链受到了影响 而且他也指出说第四季度 甚至明年呢也会面对这种缺货的挑战 这方面会不会成为一个风险因素呢 大行的这个观点来讲的话 虽然普遍造好 但是呢也有大行是提出了 未来的一些市场比较忧虑的一个地方 那对此崔奇您的观点如何 您会怎么来看待相关的问题呢 是的 他的这种就是供应链短缺的一个情况来说 是其中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风险所在 那我自己看到他的一个业绩方面 其实他自己也有表示说 在印度方面的一些供应链方面的一个情况 也是有一定的一个短缺的一个情况 但是仍然是能够通过出口的一个方式 然后去 因为其实他很多的是在印度本地去做生产的嘛 然后但是他能够通过这个出口的一个方式 来弥补到这一个供应链短缺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对他的一个印度的方面的一个情况来说 也是出乎意料的觉得也能够维持的一个状况 这也是对他一个管理上或者他的一个执行能力上的一个认可度在这里 所以未来来说的话 当然会面临了这种供应链短缺的一个风险在这里 但是我觉得中短期来说的话 大家对于他的这个风险的一个看重的一个程度 还没有到达一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催化剂的一个情况 除非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的一个出货量来说 是有一定的一个放缓的一个情况 或者增长不在的一个情况 届时就会令到整体的一个股价 就会有一定的一个回调的一个压力在这里 所以目前来说的话 我相信大家仍然在就回味或者消化他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前景的一个憧憬的在这里 所以目前来说中短期可以先看好 这个小米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走势 所以说其实在这个风险因素方面的话 可能目前在市场当中 没有真的看到一个具体的数据 大家好像都是暂时的先观望一下 但是它的利好因素上升轨道 这个确实比较明显的 所以大家对小米方面的话 目前还是比较乐观的